年年夏日喝上一杯手摇引 非常的消暑 但是如果想要打上这环保杯五元的折扣 居然是有雷区 因为现在陆续传出有民众说这个特定饮品居然没有优惠 好 实际来循环环保署 原来像是有料的复合式饮品 包括像是冰沙或是绿豆汤等等 目前是不强制业者来给民众优惠 但是如果是以一体为主的饮料 像是加了珍珠 加了奶泡等等的小量配料 都在优惠规范当中 奶茶产生细致泡沫 加上Q弹珍珠 浓郁香甜 夏天超小暑 如果用自带环保杯还能想五元折扣 如果如今却陆续传出特定饮品竟然不给优惠 民众被搞得一同雾水 还有网友抱怨去买芒果冰沙 店员却说不能用环保杯装 甚至想来一杯绿豆汤 拿环保杯也没折扣 到底为何珍珠可以 绿豆却不行 有好康呢 芒果冰沙拉 绿豆沙 冰沙 甚至像绿豆汤这样的一个冰品 因为它不是以饮料当作基底的话 就可以免受这次规范的一个要求 面对民怨满满 环保署赶紧解释 以一体为主的就是饮料 加点配料像是奶泡 珍珠等都算 业者必须给优惠 但如果是复合式饮品像是加豆花加冰淇淋 或是冰沙绿豆汤就不是饮料 没强制要给优惠 不过也有业者阿萨里通通一视同仁 配合政府政策我们不分平项 只要你环保杯装得下 我们一律折五块钱 其实除了环保杯五元折扣 像是伊丽莎白红茶书房 就祭出英式水果茶 三十号买一送一 可口指定饮品评券 二七号第二杯打折 大院子火龙果冰沙也有买一送一 期盼在延年夏日能搭上环保杯优惠 朝日买气 借业之选的刘轩台北相谋的